制裁菲律賓企業界表態跟著國家走 行政院決定再對菲律賓祭出第二階段八項制裁措施 企業界紛紛表態力挺政府跟著國家政策走 科技業大佬說菲律賓並非台灣電子業投資熱門地區 因此對菲律賓實施制裁降低兩國金銷合作關係 對台灣電子業影響極為 旅遊業的熊市集團董事長王文傑也說 名義反非如此明確 更何況菲律賓也不是國民旅遊熱門區域 停止出團或退費只是被文子釘一下 有什麼了不起 歷經董事長前經濟部長陳瑞榮 強調任何合作關係都必須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 若菲律賓對我無善意合作關係也無法長久 三三位會長江炳坤說 台非雙方每年經貿金額不高 即使祭出經濟制裁對我影響不大 完全支持政府決策 衛勝總經理陳文奇也支持政府擴大對非國制裁 希望最終會有好結果 早期電子業曾有一波菲律賓投資熱潮 電腦代工大廠偽創就成到蘇比克灣設廠 員工人數高達5000人 但經營每框遇下幾年前已經關場 半導體封測大廠日月光及華泰 也都成副菲設廠後來均結束營業 東新聞綜合報導